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下地狱 我已经离婚十几年了 请问还能往生吗 这个离婚的人也不一定完全下地狱 要看他自己的心情 如果心情都善了 这没问题 心情不善 那就造的业就重了 因为离婚对社会的影响是造成负面的 不失证明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结罪就很可怕 所以人不能只想到我个人的事情 要想到我会影响社会 我会影响很多众生 一个善念就有好的影响 无量功德 一个错误 一个误的念头生气 那是坏的影响 都能够忏悔 没有不能忏悔 有些严重的佛也讲 不通忏悔 那是在言词上 特别加重于些 劝你不要犯 目的在此地 说再讲犯了 还是可以忏悔 不是不同忏悔 是真的不同忏悔 都是假不同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这个佛说法有方便说 有真实说 那我们看看观景里面 阿赛世王 那个罪可造得重了 杀夫婿 害母婿 跟提婆大多两个合作 杀夫婿 害释迦牟尼佛 破荷荷生 无利食物 他都干全了 这个罪业阿比地狱 我们常讲永不翻身 造这么重的罪业 可是《大藏经》里面有《阿赛世王》 我们去看 那就是《阿赛世王》夜深的四集 看了之后 《阿赛世王》到临命中时忏悔 真心忏悔 忍出我 念佛往生 在我们一般想呢 大概总是《夏夏平往生》 这个是《阿赛世王》 《阿赛世王》 《阿赛世王》造这么重的罪 他念佛往生 出乎我们一点之外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他是上品众生 听说《阿赛世王》 includes 《阿赛世王》 听说《阿赛世王》别 acknowled费